HPV-42阳性是否能自愈 一般需要根据患者症状进行判断 HPV-42阳性通常说明患者感染有人乳头流病毒的42亚型 具体如下 1.如果患者没有不适症状 一般可以自愈 这时患者只是携带有人乳头流病毒的42亚型 可以凭借自身的免疫系统将病毒杀死 2.如果患者生殖器部位出现丘诊 斑块、乳头样或菜花样最生物 或者生殖器部位有异物感、灼痛、次样等症状 可能是人乳头流病毒的42亚型感染引起的尖锐湿油 一般不能自愈 患者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米奎莫特乳膏 辅尿密定乳膏等外用药物进行治疗 也可以使用激光、冷冻、电灼等物理方法 或者中医中药等方式进行治疗 需要注意的是不同的治疗方法、治疗效果不同 需要结合患者的病情和体质 选择适合的方式治疗 才能促进病情早日治愈 若疑似或者确诊尖锐湿油的患者 可私信博主 由专专业医生医对医私密问诊